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好的,我们进入到游戏里面来看看两边的方阵 因为现在都是十人开悟出门了嘛 我们看,这里Skater走高波,一个人率先走上来 马西搬了一手,马尔斯给上一个战神续毛 小人过来也是开启了自己的能量转移开空 但是非常不幸马西而率先阵亡 好消息是自己虽然是一血但换掉的是对方的一号被核心 但贾顿冲击直接过来减伤,再起莫奈特 走高波,对方后面的人也是技能跟不上皮球的这个冰女 一番刀啊,掩护自己大部队撤退 这一波一换一的话,其实是两边都稍微有一点点脱节 就是出门出的都很急,都在赶路 所以说没有抱得特别紧 想象一下如果说阿斯特五个人第一时间都在现场的情况下 那这个Sk应该是瞬间就死了 对,毕竟是一个高波打低波 然后你后面想要上来尝试救的人 那估计也都难走 对,所以刚刚这一波两边破雾啊都是 哦,破雾了 对啊,都有点突然 当然你说这个Sk他一个人走高波也能理解 他们这样冲出来Sk作为一个初始移动速度很高的定数 那给你想,我一跑得这么快,我先上呀 哦,下路这个位置,电魂交了自己的第一波抽攻 那这样等兵线相遇的时候,他的抽攻其实已经结束了 是的,而且XXS这边刚刚那个毛有点歪,有点皮 不过并不影响,因为这个出门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算是就比较公平的一个出门吧 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如果说要有影响的话 就中路这个现眼 我觉得可能比刚刚那个人头影响还要大一点 嗯 皮球也是非常精准的 在出兵的时候就已经把现眼给翻掉了 九神在中路一个假盾冲击,补到两个刀 他这里是知道电魂没抽攻 赶紧把接拨兵线给推过去 对,他已经升二了,边反补,边Hit and Wrong 嗯 然后抽攻,徐章声势就躲开 然后下路这里也是打得很凶 给了马尔斯一个C,两秒云 但是也是一个状态的消耗 对,CK这个英雄在之前的版本更新中 他的混乱之剑这个技能的伤害是有所降低的 嗯 对吧,一级的混乱之剑其实就主要是 吃他一个眩晕的时间了 对 以前伤害是有点暴高的 就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个技能 是的,现在其实这英雄上场率偏低 也是因为之前他其实一轮技能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对 不过他的天赋说实话改得我很喜欢 一个是十项练习的一个距离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幻象成伤 对吧,这十级十五级天赋我都是觉得 CK这个是很舒服的 上路这边一个马西加上一个小鱼人 打末日使者的话 我们看到末日还留着点 并且他的出门装里面属性带的非常的组 三个数值加上一个细带 护甲相当之高 因为末日本身他的初始护甲就已经有调整加强过 他带了个细带他现在这样有九点甲 这吃这个兵现在十点甲 马西A探一下 末日说,哎,啥情况 好像刚刚有蚊子咬了我一口是吧 是的 这波兵线就搬 搬到塔下 但是没吸引到塔的仇恨 胖姆才帮他扛塔 一个回身体踢两个 胖姆自己被塔杀 六点不行了 吃了魔暴吃了煎火 这波萨克塔其实没必要去帮这个末日扛塔的 因为末日在塔下虽然说放了个闪电点 但是没有吸引到兵线仇恨 对 以及还有一个残血的远程兵在那里A着 并且下一波兵也要过来了 是的 所以他也是 萨克塔自己右肩A了一下人 所以早是被塔杂掉了大半过去 对也是他看到大哥塔下被搬 他是有点急了 对他想给小鱼人一点压力 所以去A了一下小鱼人 这一盘萨克塔是一个生了剑的米拉娜 那他们这个野怪有点不太够用 下路这里都是兵系的一个兵女一个巫妖 是的 下路我感觉不太会有太多摩擦 特别是等到CK已经三级了 CK有三级 基本上他也弄不死马尔斯 马尔斯也弄不死他了 对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血量 因为力士本身他的冰霜魔盾其实是可攻可守的 对但是冰女跟力士作为酱油的话 他其实身板 不要穿不开这里 一个冰封技术 一个战士巨猫 CK回头起一手 马尔斯给伤了一脚神之浅界 但是因为这个技能能伤害削过 所以导致打不死力士 这一波其实很伤对于阿斯特来说 因为他们两个人四个技能全交 蓝都耗光了 对力士动手 没把力士杀掉 力士一个大要贴回来 他又是满状态回来 而且CK是这样就很舒服了 对所以这个也是因为 本身CK自己有这样一个被动 他其实是天生带续航的 对的 你跟这样打消耗的时候 那阿斯特这里确实会不可避免地吃亏 所以一般来说打CK就是要前两级把它干住 对吧 因为你前两级不干它的话 到三级它真的就是续航要比你强好多 基本上就压不住了 所以我们看到皮球和XXS两个人 也是在前两级就一级的时候打得特别的熊 那个NOAH就没停过 突失冷剑上路没有命中 吃芒果然后放闪电链开胶土 三三这一波也蛮狠的 对 上路这是奔着护虫去的呀 无限推荐 拖来他中了双流星 但还好自由突袭能跳走 白虎再交跳 闪电链加普攻 哇这三三也太舍得了 刚刚我看他身上有六个芒果 然后下路这里同时也在动手 但是端完一脚之后冰女吃芒果往前走冰锋尽致冰道 但是马尔斯已经没有出毛的角度了吗 毛在吸地 是的 刚刚用过技能了 也是很可惜啊 前面一波对猎奇动手也是一丝血活了下来 这波又是CK残血活下来 不过CK身上好像没药 对 好像 有有有 刚刚不是他 是吧 没有 没有难受助列他 但是有一波兵线他可以勾回来 通过这波兵要回电血 上路又在打 满状态复活来的莫奈特跟波波卡 哎呦 好像战斗留点不足啊 吃魔棒贴成重力剑 然后我们再看小羽人通过剑体处扣了一下小兵回力电血 但是又被三三的闪电链拿下了人头 波波卡只能拼掉对方的白虎 他还能电 他真的能电啊 他还有芒果 他还有两个芒果 但是被小兵卡位了 是的 卡位了没办法了 但是他这个 真的打得他的天才好吧 就一般人打末日使者 碰到这个马戏加上小羽人 可能就肃向威胁 然后想办法自己勾着兵发育 然后打个护肥就差不多了 但是他想办法就是什么 吃到一个电怪之后就 直接运六个芒果过来 我就无限给你电 他真的是有一句话 在他身上应验的痕者 舍不着还是套不着狼 他太舍得下本老远 中路这位这白虎 帮助滚滚又拿招了 奥瑞的人头 这一摸 因为萨克达上路阵亡之后 第一时间复活TP中路 甚至可能还灌了一波瓶 突失了一波冷剑 曾娇阳也是因为中路 没有现眼了 所以导致被射中了 是吧 对 现在看了一下 中路因为中路本来是一个 五五开 被杀了一次之后 经济稍微落后一点 但也还能接受 但是小羽人是真的非常非常惨 这个不得不说的是 滚滚在中路经济和电魂差不多的情况下 它对于边路的帮助要比电魂强很多 是的 刚刚这一波杀完之后 滚滚已经到达了六级 不过好在 欧瑞这边是 在皮球的帮助之下 碰到了下路的幻象神符 没让滚滚控到 现在线上唯一发育还不错的 就是插歌的这个马尔斯了 是的 因为下路马尔斯和CK 这是中路那一波回放 我们看这里是假盾冲击减速 回头这里射箭的时候 奥瑞不知道是不是点错了 他回了个头 刚好把这箭吃到了 他就是没视野 对吧 第一时间没视野 第二时间想躲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他那个回头的动作就是 就是想躲 想往 可能想往右边扭 但是点到那个地形上 下路动马尔斯 这肯定是杀不掉的 冰女在后面给到技能之后 反而是CK被消耗了 比较多的状态 力士赶紧给上一个冰霜魔盾 下路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有分析过 这个马尔斯和CK两个人互相对线 都是很难杀对方的核心 再来一个 力士给上一个阴线凝视CK 回头给上一个混乱之间 晕了一秒 赶紧往塔下撤 他知道吃不起马尔斯第二条技能 但是力士有点危险 先跟普攻最后战胜 迅猫收人头 有了一个鲜火 哇 心态 就是他们心态也非常 就一点又不挤 一点又不慌 因为马尔斯这个毛 他也很清楚 这个毛的距离是不够 把他毛在塔上的 哪怕毛塔上了 他也死不掉 对吧 因为跟不上普攻了 CK的现实真能狗啊 有个假腿 有个三级的被动 兵线清完了 哪怕去打打野 他的 哎呦 舍不得孩子吃不了输 真舍得下本 是的 上路小人真的很难受 他被杀两次 开销赌 再给电 马西剑 几速这波 其实是给自己套 给对面一点压力 掩护小鱼撤退的 对 马西这一波 其实是想 帮小鱼人稍微挡一挡 然后让小鱼人 接他一下 让他踢走 但是对方的这个 电的伤害 真的吃不住 而且末日 使者马上快到六级了 白虎还在跟 哇 这里是双五级 有剑给视野吗 晚上的视野 一剑射中 刚好没角度 躲 他只能提前吃了一个魔棒 但是泡沫的双流星 直接把他给收掉 马西的这个TP 已经来不及了 末日到六之后 直接给到了大招 他吃芒果 还有浇土 他芒果一车 而且他是个密发鞋 变魂浇了TP 两个人觉得苗头不对 要赶紧走了 马西中了肚目 他是没有留人能力的 伤透了 这一波虽然说 末日浇了大 没杀到人头 但是曾娇阳 直接进行了一波 被动的TP支援 而且末日 其实很聪明 你看他踢的都不是家里面 他踢的上路一打 回过头来立马去中路 或者说野区去发育了 对 因为他确实完全不慌 他知道马西中了 杜姆电魂 没有留人能力 他随便提 对 他这个末日 真的是打得太聪明了 运了六个芒果 在家出的是密发鞋 就是通过自己的电 无限的推线 推线 然后干扰小鱼人塔刀 小鱼人不光是死 他塔下的很多经验和钱 一点没吃到 是的 因为我们每次镜头切过去 都看到小鱼人在 准备捕塔刀 然后被冲打了 这里是九神的滚滚 支援一波上路 还开了车 第一波撞没撞到 被波波卡卡 一波视野自己 反而撞墙了 当代摸了你 波波卡 非常非常冷静 敌不动我不动 把九神 把阿九 把小九秀晕了 阿九 他出来了的吗 出来了 那虚张声势 加上白骨的流行 又还是把他给杀了 吹不得呀 谁吹的 你吹的呀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原谅你了 上路反正是有点穿掉的味道 现在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经济发育好的点是谁 看看插哥 曾教堂电魂也不错 对吧 但是电魂说了 他没什么主动起节奏能力 插哥是收了囤的大野 那你说要让插哥起起节奏 也要靠中立装备 他需要一个小跳步的装备 对 或者说的话 就看对方是不是会冲 他们的中塔 这样马尔斯提提过来打 如果真的要冲的话 一般都是末日带着大招 搭下去了 或者说滚滚开着车宠 所以马尔斯如果要踢踢去 高波回神梯坐档白虎白虎两连跳 滚滚虚张声势假盾冲击 被马西搬离一手 后面电魂风暴 只眼在电 他两个被一技能 全部站起立 就杀小九 小九这一波啥情况 他看到两个人 还要一定要去踩一脚 并且他虚张声势的时候 吃法距离 释放的也比较的近 然后下路这里 冰女没那么好运气了 皮球是被带走 是的 那这一盘 一开始我们有讲到过的 就是马西加上冰女 两个人看上去双四的感觉 那皮球能不能真的 胜任好这个位置 或者说胜任这个英雄的话 还得往后看 因为在五四五号位 可能前期对线期 差差不多太多 但中期要做的事情 其实差得蛮多的 对 而且我们不是说了 就是我们前辈PP 刚结束也在聊 对吧 这样五号位的马西 和四号位的马西 那他在中期的差距 是非常大的 对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马西作为一个五号位 打着打着打到后面 变成一个ATM 知道吧 一跟骑一下就死了 骑一下就死了 因为他本身是要进行 一个先手的 对 你先手上去 自己没有自保能力 就是他必须要 有点拉扯招 并且对面还有 末日使者啊 这样滚滚啊这样的 就是非常需要 自己的酱油英雄 出到推推棒的 对吧 你必须要末日 大招给到自己的核心的时候 你有手推推 然后现在是 阿瑟自己的上塔丢失 下路要过来 找战斗力最强的X哥 杀人家 拔对方的下塔 这波CK不知道 他有个力量 立即直接破了物 马西中了先手 配合自己的电魂能杀 X哥是意识毛眉毛处 对 他们其实想动手的目标 是这个CK 但是CK也很聪明 对吧 这个兵线没有进塔 他直接就往后缩 然而阿瑟这边的话 一波绕后 是杀到了酱油之后 他立马就藏到树林里面 踢走了 反应也很快 对 一个一号位的 就是直觉啊 加上第一时间的判断 都是很正确的 正受到攻击 莫乃特这小越人 你看这个经济状况呀 就是对线期可以穷 因为真的碰到个天才末日 对吧 但是对线期完了之后 我们看到他这个补经济 区域非常非常小 因为下路一打破得慢 并且小越人其实是很依赖 自己的主野区的经济的 他现在打也也打不了 因为这个滚滚啊 米拉达已经是频繁地出现在 他们的主野区里面了 对 甚至他现在上路那条线 其实打的时候也是心惊胆战的 对 我不知道他敢不敢推这个线 滚滚直接往后四弹没刺着 小鱼人只能收收塔前线 下路打起来了吗 动先手还是把GK给击杀 我们看滚滚的TPT的表九 第一本TP四边的一个白虎 虚张声是打这边的波波卡 伤害是更高 开车也是取消了 觉得算了 我感觉这盘这个滚滚 他好犹豫啊 刚刚他戳完立马第一时间开车 是有机会能够杀掉这个马西的 因为马西的动手的时候 肯定是先用了那个回声踢 然后他回声踢应该是在CD 他有点犹豫 末日使者是个大怪物啊 目前五千七的经济 应该是有点净手了吧 但你像刚才阿瑟下路在二塔前 击杀对方一号位 把对方的人全都从自己的竹野 去打回去了 这样小鱼人其实能喘息的 对 刚刚我记得CK4100的时候 小鱼人是3100 小鱼人在上路狗住 捕了两拨塔刀 然后下路打出信息之后 又去野区刷了一波 直接就是又拉回来500经济了 但是因为就是这个竹野 就是因为对方人下去了 后面看不到对方人再打不起来 小鱼人竹野区他还是不敢久待 竹野区该待要待 对面又没视野 对吧 小鱼人自己身上带两个睁眼的话 能看得出来就是对面有没有视野 有眼就先躲一躲 然后第二时间再去反 没眼就随便刷 你看他是直接躲去对面的竹野区了 他觉得这样更安全 走到下半区去了 小鱼人在啥情况 破坏了直接往 他这个位置是要被野怪卡住的 无论什么野怪都能把他卡住 对 他这种是属于危险动作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玩 他这个大野他拉野 你知道吧 他拉完野之后呢 他先于拉出来的那个野怪往回走 结果被两拨野怪磁磁卡住了 动不了 你好像讲的这个画面我有印象 我好像看到过 你看到过 那个人你认识 可能我观战 回身踢街冰锋尽致 但是这两兄弟我直接交了集团领域 马戏搬一手漂亮 奥瑞最后也是过来蹭了一下 非常不错 这一波相当于是一个双将游击杀了对方的一个中单 而且这个中单说实话真的有点过不 我感觉小九这一盘好像有点拉了要 对吧 这本来我们说这个中路的滚滚和电魂两个人对抗 其实应该是滚滚起节奏要比电魂要强 但是目前来说滚滚起的节奏效果比较一般 他主要是一直在尝试去打进攻 但其实一直没有收获 导致他现在经济落下来了 同时刚刚他上入这一波兵线 他一定要把这个兵线顶在塔前吗 对吧 在人家二塔前面一个虚张生事上去了 那他接下来想跑怎么跑 开车跑 开车又开不出来 因为马戏有两手断 那冰女有个一眼能断 车开不出来就跑不了 所以我感觉他好像有点拉了现在 接下来就等XXS这边出到自己的跳刀了 对 杂技玩具确实是有了 但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先手的机会 因为到这个时间点 杂技玩具已经没那么好用 对的 因为之前其实已经用过一次 就是在杀那个SkaterCK的时候 下入二塔前 对 囤野术 两边都是四波 差差不多 CK这个英雄的大招 前期和电魂的大招其实很像 就是有就用 打也就用 对吧 尤其是一个线上不太肥的CK 对的 这里马尔斯的跳刀是没有暴露的 藏在树林里面 皮球把兵线推出去之后 准备一波开物 他想阴一波对方中路收线的兄弟 但是滚滚收线有点快 两个技能就收掉了 对 好像这一波也没把物能够开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信息 就是 阿斯特的视野里面看不到人 但是你想他这样收线 他跳刀其实已经漏了 然后回过的时候再开物 效率会低 对 因为对方就已经有提防了 是的 像刚刚这一波线的话 如果说 XXS愿意的话 是可以继续让皮球再推一波线的 所以他还是没开物 还是换了一个人来中路路 然后他过来反蹲 滚滚想要开车 他有散时热波 应该有了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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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好穷 其实这一盘 他的经济不应该如此的 因为他随便往哪条边路动 他应该是成功率很高的 毕竟阿斯特的阵容 他机动性没有这么高 是的 往下包 但是下路这边只有一个白虎 跳毛先手 没事 冰入了就能杀 最后还是没影响 好在兄弟们人多 对 而且我看皮球这个冰的等级应该挺高的 控制时间非常足 对 四级的冰 中路也在动手 波波卡直接单挑对方snaking的五号为第一次 没有任何问题 我打破位的马西 打破大哥收个酱油还是随便杀的 魏军团全面加固 现在其实Tundra这边的末日使者 还没有启动啊 因为他是线上密法鞋后面转的点金手在刷钱 对 讲道理一个末日使者点金肯定是要出的 但这波不看下马尔斯 大招接毛接电魂 欧瑞的抽弓 定在竞技场上之后 站在这里机秀滚滚的帮忙 一丝血 最后斯肯定是要死的 滚滚开车连撞马尔斯 第二下没撞着 第三下直接走了 算了算了兄弟 你这车开的 哎呦 这毛要是毛 毛不倒没办法 因为最后卡了三秒钟的时间 去进行了一波TP 嗯 这波其实动这个末日 是很关键 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波 有机会去动他的机会了 哎 因为再再下次看到这个末日的时候 他会带着比克币出现 对 在他拿到比克币之前 先行击杀一波 稍微断断他节奏 嗯 阿瑟也是感受到了 我的一个心声啊 就是这末日 有点刷得太爽了 一定要去治理一下他 目前来看 阿瑟对于这个 河道的状态神父的控制 做的是要比Tonjo来得更好的 嗯 Tonjo目前处于一个 大家都在刷钱 然后滚滚不知道 找谁去打架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的状态神父也都控不到 他一直是活动于 他就他没有死战中路线 他一直在野区活动 嗯 他一直在打一个压制 就想尽可能的 让小于人刷钱刷的少一点 嗯 当然这个目的 他也有点达到了 我们看到小于人 刚刚才来到这个 7000 70003 70004的经济 前面还是排在第六的 嗯 但是我觉得 就在阿瑟拔了 他们下路一塔之后 他其实在想压小于人刷钱 已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的 我刚刚是看了 哎 厉强阴线 您是吸到了波波卡 给上一个动马 连魂生动大招 也传出来了 超远距离 技能直接击杀 勉强了呀 这一波 之前在Major 包括其他的天方赛事里面 我没有见过 就是马戏碰到像猎血啊 碰到牛头 有这种英雄带的情况下 不能莽撞打先手 嗯 因为你莽撞打先手 哪怕被你开出来踩到人了 开出大招来了 也会被他冰甲给抵挡上岸 但是这波石头人直接想进盾CK大招 其实要结束马尔斯 哎呦 大招 然后接一毛没毛 中奈滚滚车能顺利开起来 而且末日大招给到了电魂 好在电魂第一时间开起了自己的BKB 滚滚车没撞到 白虎剑没射到 能够撤回去吗 在这个入口的位置被闪失 滚滚流离一下 马尔斯只能帮忙支援一下潜界 滚滚血量 甚至一丝血被小月突击掉 猛乃特一波变成成功的进场 自己的冰女被换掉之后 奥瑞这里血量也是不健康 回头再扣对方的一个力尺 自己没大招强扣 等到了叉扎S的支援 白虎后面一件是被野怪挡掉了 很关键 又把Skader的CK也带走 还能在追 地上有阵眼 他马上出了阵眼的范围 一刀刀到 看一下这毛 女神无敌了 看到没一毛 突袭孩子给他拉住了 很关键 这一波莫奈特的第二时间切入 直接是拿了一波疯狂的杀戮 一下子经济情况就立马好起来了 并且这一波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电魂在吃到末日的大招之前 开出了BKB 从而导致让滚滚追得非常深 以及这个滚滚在开车的过程中 一路追着电魂 被电魂大招一直在批 对 对吧 减加减多之后被马尔斯端了一下 直接端掉了半血 这波相当于电魂 他开了BKB之后是吃了滚滚 大家吃了末日的 他一个人吃两个大招 是的 其实这波水果列车 我觉得就BKB的电魂 他就别追了吧 这是个9秒BKB 他回过头来把这个啤酒的冰女杀了 不香吗 连这里他被电的不行了 被妈踢了一脚 然后直接死了 酒神 不是小酒的这个滚滚 这一盘确实差点意思 他这盘是一波节奏 没找到之后感觉后面 打得有点急 对 他真的有点急 包括上路二塔前的那一波 用戳来收线 然后被冰柱 被马西和冰女两个人 击杀那一波 刚刚这波小鱼人是真爽 直接4.09敏捷 而且一下经济肥起来了 主要是人头 对的 并且其实两边阵容 往后面打的话 CK的一号位队位 要对小鱼人的话 其实CK是弱的 就最多最多 要担心一下 这个末日使者 因为末日确实很肥很肥 CK其实还是一个 偏中期的一号位 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CK要配什么东西 配像类似中路的Lina 或者中路的SF 对吧 这种英雄 他要中路摆一个真盒 然后CK是做打架盒来的 虽然说他也需要的装备 比较多 什么连击到必章 加上跳刀 PKB这些装备都要 但是他毕竟是 打起来是要上去 卖命的一个英雄 他的定位更像是 类似什么 骷髅王这种东西 开了波雾 但是发现 对方的中塔 顶在这儿 也动不了 是的 逛了波接之后 阿斯特反开一波雾 阿斯特反开一波雾 想要扫自己的主野区 但找不到人 这盘因为两边的 一塔都只掉了一个 导致两边现在想开雾打进攻 没有地 没有区域可以走 对场地太小了 对吧 活动范围有点小 施展不开 我们看微光披风的冰女过来 想动对方白虎 冰封禁止 给到马西 一脚踢上来 但滚滚开出车 而且这一波 奥瑞没开出 PB被三三大了 好在对方的人上不来 卖了一个马西之后 自己先往回拉扯 等对方滚滚的车消失 上当了呀 这一波 这一波是真的是上当了 一个冰女想通过自己满级的 冰封禁止去动这个米兰娜 但是米兰娜很明显是一个卖的位置 对吧 他被动手的第一时间插出了阅灵之气 然后同时马西呢 也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就第一时间把这个阅灵之气给他打掉了 但是你的第一波技能全空了 对方这包打肉 两个将要在独秒 小人过来先去跟一线凝视 直接开出了这一大暗影之后 对方第一波爆发有点高 马尔斯快立出竞技场之后也直接被带走 33又是开了BKB顶住了 Aurine 正面阿瑟打不了呀 阿瑟这里是想要通过三个人 来延缓一下对方的一个打盾 但是Tundra这里五个人齐的情况下 我认为刚刚阿瑟这一波是属于有点莽撞了 对 这个盾其实看都看不得了 因为双架有独秒是名牌的 然后你小一人那样直冲冲走上去 就是什么都没干 直接被打掉了半血 大招手忙脚乱就必须要开 是的 可是三打五怎么可能打得过呀 你又不是技能拳击 对面一点技能没有 对面小技能还很多的呀 还是有点不应该啊 主要是中路的那一波 去动这个米拉纳造成的后续的一些影响 现在导致突袭没跳 早第二段跳又跳水了 那算了算了兄弟快溜 两个人都是两段跳 米拉纳甚至可以再多一点 知道你人没走 我先一键看看视野 其实刚刚这波小鱼人跳上去就已经是暴露了地 所有人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TUNGEAR这里四个人开悟转移去找共识使者的准备 怎么说马西开大直接打伊塔 对方叫低约滚滚开车 撞奥瑞奥瑞直接被逼住了BKB 转头再找波波卡 这位这CK直接带着冰霜蒙顿上来一个气 给到了一个四秒云 那这个波波卡肯定是死定了 后面滚滚开车应该是留不了更多的人了 他不会虚张收拾上去损失吧 给自己威光披风 有跳刀的 但是有威光 他没有反应 往这个位置跳想来赌 真的想找 但还好没事 而且位置也相对来说偏深了 不能再追了 但说实话阿瑟刚刚这个动作 真的是有点过分的 就是哪有这么推大的呀 不是现在我跟你说阿瑟想打 他只能等马尔斯BKB跳刀先手了 等对面盾消了再说好不 是吧 不管对方带不带盾 他们现在想先手 想靠冰女也好 靠马戏也好 其实都很困难了 已经靠不了马戏了 马戏没有BKB的情况下 这个列区反手一个吸一个冰甲 他就得死 所以只能靠马尔斯 对 而且最好我的建议是 打团要找到对面末日的位置 你要先手到这个末日 让末日开不出大招来 对吧 只要末日开出大招来 阿瑟就只有一个溃败之势 现在这个末日时势 他这个出装路线非常非常弹 看到吗 他末日的点睛手完了之后 是拆自己的密把鞋 做出了个玲珑心 对 但是你不得不说 他虽然说出装弹 但是他的这种 弹的出装的前提 是建立在他前面 实打实地靠自己打出了优势 压制到了对方一号位 是的 他不是跟你打一个对肥互刷 他是打一个我肥你穷 然后再这样出 就换句话说 这个末日在BKB之后 没有选择冰甲 没有选择魔金 而是选择玲珑心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想把雪球滚搭 对吧 他想把自己的经济优势 给他巩固住 以及在接下来 未来的每一波团战里面 都有大招 最主要真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有所贡献的 他真的不是纯爽 是的 电魂这边是更新出了 一个强洗 强洗BKB 感觉这个东西还不是关键 因为我在我的想象中 他的打团要抽弓 然后第一时间的输出 有点不太够 就打团第一波 肯定是还是要 阿瑟来拉扯的 对吧 对面CK一开大 内区一开大 滚滚一开大 墨日一开大 肯定是阿瑟要先拉扯 拉扯完了打第二波 就是因为 地区是一个缓输出 小鱼需要偷属性 所以阿瑟 就他这个时候 打到现在 他的第一波的输出成长爆发 就这样是没有办法提起来的 这一波应该不是 一个眼下物吧 一眼方扫描 扫了一下 他们怕碰到人 不过这一波是黑天的视野 小鱼人是视野有优势 想绕后 我们看一下 奥瑞已经破误了 走在对方脸上 直接开BKB 吃了摩尔什 一个大招 摩尔什数个头 也是开了BKB 而且第一次给他 一个兵甲 小鱼人的暗影之物 已经太过了 感觉这一波对阿瑟 好像有点不太妙 小鱼人突袭 跳到CK的CK是有盾的 而且队友还推力一手 推力车手 马西根回前踢 马尔什这个时候 进场一个BKB毛 但毛子还是一个 有盾的CK 滚滚续条 特斯甲断冲击 先把波波卡带走 自己第一条命 是真的吃了非常多的杀 后面 滚滚被击杀之后 能不能蹲到一个起程 撕打一 包夹指示 对方有BKB 但是速度明显 不够 但BKB地步漂亮 这一波绕后 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他们做足了一个准备 绕过了对面视野 先手动到了末日使者 虽然末日 还是让他开出 BKB和大招了 但是当时滚滚在逼 这个马尔斯的时候 马尔斯往后退 第二时间才进场 这也是符合了 我们之前说的 对面末日一开大 列区一开大 滚滚一开大 先拉扯 对吧 拉扯完了打第二波 字路非常明确 我们看XXS 他第一时间就没上场 第二时间被滚滚 撞了一下之后 是往后退 第三时间才进场 而且主要是 X哥的这个大招 真的是非常忍得住 是的 他等到对方的BKB 包括滚滚开车快销的时候 一个框大框三个 当然也归功于 欧瑞的这个出装 BKB加上强袭 他就是能撑得住 第一波的输出 而且因为 他们是一个绕后 导致他们的阵型 顶在前面的三个大哥 是石头人 他两个酱油 有点撼动不了的 对 这国团是打得 非常的不错 酝酿了很久 对吧 开物绕过对面两个眼 中路的一个 二塔前的线眼 高台上面的那个眼 包括就是前哨左上角的一个眼 开物绕过两个眼之后 打了一波绕后 更棒 接下来马西的话 是差600块钱BKB 这个对于他来说 或者说对于他整个团队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装备 滚滚开车了 要过来继续干 马西摩金掉头两连撞 跟CK的一个棋拉 没办法 而且我看马西好像是在 往回回升踢的过程中 被滚滚撞到了第二下 在天上给他撞晕了 这600块钱的BKB 等下一波吧 等是要等挺久的 上一波是满河过的 嗯 哎 末日 末日到现在为止 好像没有打过任何一波 先手的 跳大打先手对吧 对 没有过 都是打那种就是 脸上碰的 碰到人了之后给 给手打 而且每波大招都给到了 曾娇阳的电魂 对 基本上电魂上来 他就是开BKB来吃你这个大的 对的 就我逼你大招给我 你不能给小鱼 哎 说实话 如果说在路人局里面 你碰到这样出招的末日 有可能会产生矛盾 那肯定的 这个 白虎先被发现 小鱼两连天又没跳到 呃 但是白虎的三连跳 跳的其实也很拉滑 他也很急 对 他最后跳了一圈 发现还是在原地 是 他真的也很急 我对于天会邦来说 这样一个米兰娜阵亡 这 呃 不是很有什么痛痒的感觉 嗯 因为这一盘米兰娜 从头到尾一直在打信息 对 但是 同时我们看到 他打信息的同时在偷很多钱 嗯 对吧 他已经有八千多经纪了 还不错的 而且他线上其实就一直很肥 呃 是的 他跟着末日两个人是 起步起点就比较高 对 呃 对他们这个收线紧性的呀 BK提出去 然后累去给冰甲收线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候了 嗯 二代肉山团要刷新了 对 二代肉山马上进刷 对 有这么急吗 很急 路上推了一下 想要动下路的这个马西 马西BKB应该运到了吧 正好运到 嗯 但这个塔 塔就算了 守不了了 塔就算了吧 哦 但是 Tundra也没有很敢直接上去推 呃 他是想蹲个人 嗯 因为他们前一眼看到马西还没BKB的 对 他们就想蹲这个马西 让他BKB拿不到 然后万一你马西被我杀了 然后都来就还能打个葫芦娃 但阿瑟也不傻 这个时候二代肉山已经进刷了 这个下一套我提前没占人 我肯定就没必要过来守 阿瑟是对于这个肉山刷新最敏感的一支中国战队 嗯 他们每一次 这个这个是纪律性 好吧 每一次肉山都要刷新了 这一定会有人喊马上进刷了 对吧 开魔物 然后做视野 哎 可能是皮球吧 虽然是第一次过来打TI啊 但是一直在指挥全队 呃 他是那个气场最足的人 对 很少有这种选手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是的 现在这个互换着半区 其实对于阿瑟来说是 很乐意见到的一个画面 因为他们掌控了肉山附近的两片高波的视野 而且他们同时推了上下两条兵线 给到了参转非常大的压力 是的 CK这里开大招拿幻象去骗 也非常谨慎的收线 拉了个幻象过来看看视野 阿瑟全员撤退 兄弟们溜一下溜一下 就是在对方的三角区那个高波 插不了眼 因为你插了守不了 肯定是白给的 没必要 赶紧过去看看对方有没有视野 就回来了 接下来 正式倒计时 肉山 二代肉山的刷新时间 进入到一分钟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买活情况 就是为下一代肉山团做准备了 对吧 欧比老师可以按下S-来排下去 我们看一下天威方和夜远方 各有几个买 天威方的话是 末日能买 滚滚能买 米拉娜能买 列尺能买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CK是买不了的 对 然后夜远方的话是 阿瑟这里好像买活的人有点少 冰女和马尔斯 他的两个核心 现在另外两个核心 一二号位置都买不了 包括马西也是在一个买活CD 对 所以这一波打起来的话 我的建议是冰女能死赶紧死 对吧 买活过来打 千万不能让马西第一时间死了 因为让马西这一波要发挥一下 他两极大招加上BKB 就看能不能让冰女上去 吃点关键的技能 或者说换点对方的道具什么的 就比如说滚滚开车 撞一下冰女把冰女撞死了 然后冰女一个买活滚滚没车 这个画面就是阿瑟可以接受的 阿瑟开雾想主动出击 但是对方的半驱势没有事 也得要谨慎一点 肯定不能冲过去打 第一波打高波 高打敌打弟弟 CK这个位置 开大招明显是在破雾的 雾已经被破 看一下这波高波肯定不敢上先点眼 看情况 马尔斯一毛毛到对方的一个白雾小人 出席跟进 必须给到冰霜 矛盾但是这里有推推有跳 另外一边的话 马西还是被滚滚和末日骑到了脸上 自己的剑体术在撑 反而三三自己先交了递递 只不过马西还是倒地了 我们后面看 马尔斯的大招和小鱼人的输出 只带走了对方的一个江里 只插座肯定是要倒的 包括电魂被西哥直接运到了一个三秒 阿瑟这波还是不该走这个高波 哎呀 刚说完这句话呀 话音刚落 高打低打弟弟 对吧 虽然说点了个眼 打了个先手 但是这个先手的目标是一个可以买活的 以及这个位置非常非常敏感 这个战场是对方我们看他布置了多少睁眼 就一定是你没有眼的情况下 他们是可以打你 打你视野叉的 而且 而且打了地形叉 以及在人家的二塔前 对面买活立马就到 而且你的这个眼因为不是一个高波 这边树林又多 对 对方的人稍微往左往上一拉扯 你就出了那个假眼的范围了 哎呀 这波就是犯了一个大忌 Sota尔打团的大忌 低波打高波 而且没有视野 强行打 最关键是好像宝石也掉了 对 就是二代盾掉了 宝石也掉了 而对面的话仅仅只是付出了一个米拉娜的买活 对 我能想到阿瑟他们这样打的想法什么 他们觉得如果对方是站在三角区靠上的那块位置 他们这样开雾能起到有可能能打到一个绕后的机会 但如果对方防得好的话 你像刚才TUNDRUN明显纪律性非常好 两个高波都在破雾 对 那在这种破雾的情况下 是不是破了雾立马就走 会不好 会好 对吧 所以就是第一时间就是你一念之差 他先手打上去了 并且刚刚马适下完了BKB没开出来 对吧 被CK骑到了 直接骑死了 就马适相当于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就撑了大概五六秒钟 很伤 伤透了 这个时候只能从长记忆了 那接下来阿瑟需要做的是什么 手眼 打视野团 打手眼团 打这种高踢波的地形 就是要把刚才那种局面反转一下 对 他们蹲高波等对面过来翻15 就是要学习之前SPRIT那种打法来 手眼打了呀 就是在有视野有地形优势的情况下打了 但对方抱得非常紧 也是点了高波眼CK直接一码 拼击飞光 拼击马尔交通一码 小羽人突击没跳到 莫尔有了A仗 直接过来关了小羽人 滚滚他这也撞到了 莫奈的这波式直接被秒 他确实没有任何办法 对方A仗的莫尔实在是有点太强势了 波波卡回身梯 赶紧跟自己的二位一起走 滚滚的车也结束 追不了 好 这样打下去的话就感觉 阿瑟有点难打了 因为这一波其实是已经手眼打 并且对面已经是 有点不太讲道理的先手了 对 这CK的第一波这个先手 就是来打开团战视野的 但是你看同样手眼打有区别 你像刚才那个手眼打 就是石头人的人 他直接把那个入口给你堵住了 对 然后这波看似阿瑟在守这个 中一塔右侧的眼 但是人家入口上来那个位置 你是没有任何不防的 对的 就是防守还不够严密 对就后门被打开了 或者说就是同样是三角区 这个地形是不一样的 以及最最关键我跟你说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CK是带盾的 但是阿瑟前面冲高扑的那一波 没有人带盾 对吧 这个CK顶到你脸上 你不可能对他放技能 你对他一放技能 后面的人所有人都乱发挥了 而且这个A仗的末日大招 真的就是让阿瑟 没有推推棒就没有拉扯的空间 对 这一盘小九在前20分钟 我感觉表现是比较拉的 但是在有了晕锤之后 并且在整个团队的一个运营 以及打团的位置的选择 视野的选择上 还是要比阿瑟来做得更加的 经验老道一些 是的 包括可能前面确实会比较依赖他 然后现在他们整个团队 会帮他分摊压力了 对 萨克萨这个米拉娜身上的功能装 有点多的呀 怨灵之气 保护自己的团战 然后推推棒 保护自己的队友 也就是你 不被小约人听到中直接死 这兄弟先是个白宝箱 要啥有啥 是白宝箱 他自己本身还带开悟能力 他还有个天堂知己 就是真的被马西顶到脸上来 踩一脚开大招 他立马一个天堂 马西就愣住了 而且你像他有个炸雷服在身上 你这种物理核心跳在脸上 你不开BKB打不了输出的 是的 所以这个兄弟现在真的难搞 现在我感觉 整个Tundra里面 最难搞的就是这个米拉娜 就他哪一点都会烦 对 为什么 因为他肥 对吧 他现在一万一千的顶级 CK又是想过来打一个 混乱之剑空中 加上自己的十项练习的combo 这个combo的话 其实有个小技巧 就是在你C完之后 立马NE 可以取消掉C的那个抬手 是吧 是吧后摇 但是呢 就是最成功率最高的 还是之后出一个 密钥闪光跳刀 对吧 出个密钥跳刀 能让你的这个C的抬手变短 这个技巧 我也是在之前 看过一场 Skater的一个 CK的录像 就研究了一下 他的这个操作手法 这取消护摇 确实是 有的时候会 对手会叹一点 就挽开BKB 但是你就挽开那一点BKB 那个C的弹道 就打到你了 他就想等 那个混乱之剑 要飘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已经沾到自己头发 C2的在开 对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 冰女加上马西的双脚 现在这个冰女已经有点 纯粹的味道了 对吧 就是 就是之前我们在开局的时候 讲到的 这英雄打5号位 真的玩到后面 就是一个ATM了 但打4就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之前 欧洲区的一些比赛里面 看到过像类似POPC 什么的 就是吃了经济 跳刀BKB 磨精冰女 对吧 这进场就是一个 无敌要大 但是你没办法 因为马西同样 也是需要吃经济的 你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的 马西 那也就是一脚回身踢 上去 那是更费 对 更白给 是的 我想起来一场 经典的战役 就是 FATA那个时候 打了一盘冰女 就很无敌 好像当时是 帮Nigma替补还打的 当然 现在这个滚滚 他开起车来 已经是雪国列车了 自己有一个兵甲 加上 列区还能帮他套一个兵甲 现在就是二代盾 确实是没了 但是 通过这个二代盾 Tundra已经把经济差 拉开得足够大了 是的 越往后面打 我感觉这个末日时刻 真的是越来越无敌 你看看 他这个钱 已经多地扑出来了 大飞鞋都跟起来了 他现在转移的能力好强 因为有玲珑心 加上那个 这个中立道具 然后加大飞鞋 十几秒钟的TPDP 你看看他身上存款 加速护服是吧 然后再加5000多块钱存款 他这身装备 还有5000的存款 是的 他钱多的已经扑出来了 他现在经济完全支撑 他把A仗持了之后 再补个假 马尔斯觉得自己的先手 有点困难 搞了把羊刀 跳羊打先手 大招接毛 有没有机会 阿瑟扫描了一下 扫了幻象 冷静 好的 没破误知道这是幻象 但是中路兵线 已经要到高地前了 是的 而且 他们这个开着屋 大家出来绕了一圈 就想蹲延打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正面 不蹲延打 不蹲高坡打 已经打不了了 一定要蹲延打 所以他们出来 就兔兔摸摸做这个视野 但问题先就是 他们视野坐上了 但是他这个眼是守不了 对的 他还是要处理兵线 对 他不处理兵线 那Tundra也都知道 你肯定是找了一片区域 蹲延打去了 现在Tundra蹲线 A after蹲延 好 CK又是先手 直接晕到了 A仗 三秒晕 还好小晕 深海呼召救了一手 滚滚的车 小晕直接开起了BKB 但是他留不住这个车 这个BKB开的有点不太应该 因为他们这里 没有控车的能力的 是的 我感觉小玉仁 应该是有点害怕 因为他如果不开BKB 有可能被那个车屁股再撞一下 撞一下末日 A仗跳大上来 他们有点遭不住 对吧 你控不住这个滚滚的开车 那也同样 BKB的末日跳上来 一个A仗大 大在自己脚底下 你也控不住它 对 回过头来仔细想想 这一波紧身的开BKB 好像没什么太多问题 但是卡了BKBCT 千万不要打 但会不会是一波机会呢 虽然说末日有A仗大 但是对方的滚滚和CK 毕竟都没打了 滚滚没车 不是 小玉仁没BKB 是不可能打的兄弟 对面有天堂之急 对吧 有天堂之急 这个小玉仁一下扣不出来 相当于打团的时候 一个天堂 还有滚滚脚线 但是 真不行 但是你要等到对方 CK做滚滚大招都好了 下一波是不是更没得打 就找机会 等机会 这种时候急不得 越急越没得打 只能蹲眼打 好吧 耐心 因为你两万多的一个经济经验差 只有通过视野和地形 才能给他扯平 对方直接打盾 而且在阿瑟的主野区 是留有视野的 滚滚就堵在住山门口 直接开车 但是电魂跳走 他第一下撞是没撞长 这是滚滚的 自己的一个失误 跳过头了 好像阿瑟的开始 有了那么一丝丝的机会 对 这一波相当于之后 滚滚少了个车 但是电魂什么都没交 不过还是打不了 他们没有视野和地形优势 就是打不了 对吧 两万多的经济差 那你打不了 那对方就等滚滚打掉CD 那没办法 对吧 那阿瑟只能蹲着这个眼 蹲着自己的视野打 这也只能 只能说是为自己 之前的那一波 滚破打高波去买单呀 自己之前犯了错 那总共要承认错误 这个单有点大兄弟 有点买不过来 这单买到现在 没买过来呀 胜率目前是一个 85对15 四者五入九一开的局 这时候只能等对面犯错 我想想这个犯错要怎么犯 比如说 Tundra有点忍不住了 想要低波打高波 上去点眼 然后末日想先手 第一时间没开BV 然后被插哥 这把羊刀秒杨 对吧 秒杨把末日杀了 然后感觉有得打 然后大招把后排隔了 是吧 我想了一下 就感觉这个画面有机会 但是这个画面出不来的话 有点费劲 剑魂刷新球 有没有点说法 还是怕末日打呀 因为现在就是 阿瑟先手很难打 但是对方打盾 速度非常快 那个肉杉已经被敲掉半血了 而且CK大是没教的 想抢盾 能抢盾吗 跳刀进去玩一下 抢盾就是开团 开团就打不够 你别说我觉得现在抢盾 就如果能抢到盾 反而可能是阿瑟现在机会最大的地方 那你说吞招会不会直接这样 像傻子一样打 那肯定不会啊 末日一张大招又是过来打 立刻先生选择是非常危险 但最后把他救了出去 抬了一手 插哥自体被这个末日 顶到了一个死角里面 几个给上 几个给上 输出 末日这个 查理S是买不活的 包括电魂也倒地 冰女在被追死 哇 这个A章末日效果也太强了吧 他第一发大招跳上去 直接大了双核 然后曾娇阳好像是BKB都没开出来 被 就是第一时间被大住了 BKB按不出来 然后被晕了一手 直接被秒了 对吧 这个刚刚的刷新球的一个冰 电魂被秒的情况下 这个团队直接就是崩坏了 然后阿瑟所有的救人能力 全不用在小一人身上了 导致查理S被逼到死角里 他没地方动了 对 这个大招直接大了双核 相当于 就僵住了 并且所有人开这BKB就愣了 对吧 金光闪闪的马尔斯 在末日大招里面 也不知道该打办 就是刚好是这样一个 高低扣的入口 末日式的一个一张大把 那个入口就给你堵死了 没办法 这一波是属于指挥上面被爆了 对吧 阿瑟就是想要通过 自己的高颇眼 然后想要抢这个盾 但是 Tundra也知道 你唯一翻盘的机会 就是这样打 对 所以他们打入场 打到个半血 不打了 我出来跟你打架 就说白了 在这种局面下 阿瑟只能等Tundra失误 但是Tundra没给这机会 对 还是说到底 为自己的二塔前的那一波 在天辉二塔前的那一波 低打高买单了 PK确实是要比小一人 在后期稍微软一点 但是对面有个四万晶级的末日 这末日是四万了吧 差不多吧 应该 差一点 差一点 三万六晶级的末日是这 而且刚刚他打团的时候 追着追着 自己追的人 处理掉了之后 他还大飞鞋还能飞队友 对 还能继续追 就是玲珑心加上加速不服 以及这个大飞鞋 转移能力太强了 力量大跳有点多了 感觉三把力量大跳 往脸上一跳 比你就要死了 阿瑟这个打团 我觉得最后一波 拨一拨单车变摩托 先手秒末日 不秒诺日就等级 但是你看刚才 哪怕CK在没盾的时候 都是CK先手 CK先手 然后末日看情况四季而动 打后面的一个切入 是的 就你找不到末日 就打不了 对吧 就没办法 现在你能秒的 只有这个末日 但是末日 应该是有买活 让大飞鞋可以过来 又是CK动先手 末日给到了一个量大跳刀 然后马戏过来 救了一下阿瑞 但血量太残 半血要回 潜水补济一下 这个幻象把波波卡 差点打死了 小云给了一个深海护照 但是技能已经 又交了一轮 真的打不了 他们这个先手 真的已经不讲道理了 彻底不讲道理 在高地上面就这么晚 跳战来C开着大招 然后实际上 就拉你一下 然后人就走了 你就跟我的幻笑玩吧 所有的视野 几乎是被排干净 CK戴之盾 将近4000血 身后还有一个 A仗墨之大 主要这个戴盾CK在脸上 你真的不能动他 对的 哇 现在末日也刷新了 来了吗 动手 但是墨日直接 后面打一个本 就差点大招 放不出来 肯定是秒被带走 好在自己有买活 但是对于正面的局势 帮忙可能还是不是很高 3-3的墨尔 是个吃了奥瑞的一个抽空 但是自己的血量 完全没威胁 兵器也没带走 也买活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奥瑞 在CK开大招 茫茫多幻象的情况下 实在是支撑不住 走的人都只能躲回泉水门口 这个团队说实话 我都觉得是CK一个人在卖 墨日打个后手 就非常非常简单 就感觉两个人能打 5个人 对 已经是有点这种感觉了 而且墨日这波反手 打得非常非常果断 又来了 又是一个奇狼 马尔斯立场一个大招 脚运出席 出了出来 但是虽然说人能活 正面打不过 无奈打出积极 我们还是恭喜Tundra 在BO3第一局率先拿下 这一盘也是在中期 犯了一个大错误 所以导致了Tundra 三代盾控完之后 直接就是失去了 整场比赛的一个悬念 从二代盾被他们控到之后 能看得出来 阿瑟打起团了 已经非常费劲了 是的 而且我只能说这一盘的末日